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九二共识不仅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共识 更是两岸有关方面授权商谈 打赏 第三 九二共识不是一个名词符号 更不是文字游戏 它体现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理基础和事实 是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最大公约数 任何否认达成共识 任意歪曲共识的做法都不符合客观事实 米娜当局宣称1992年只有会谈没有共识 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这都是在刻意误导人们对于九二共识的认识 暴露出他们顽固坚持两国论分裂立场 否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 并进而谋求台独的本质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